这个机会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弥补一下 就是过去因为疫情导致的损失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 司马路先生 现在离开我们 当初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能够邀请到更多的朋友 参加追思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中华学人联谊会 就决定办这么一场 在七七之后 办一场这个线上的追思活动 包括像裴毅然先生 当时也没来得及发言 那么这次也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来表达我们对 司马路先生的追思 那么司马路先生 这一生追求民主的精神 对我们有很大的鼓舞 他的个人的人格和情操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底笛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他的精神能够 流传下来 能够留在历史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们中华学人联谊会 办这场追思会的主要的目的 那么其实我就简单开一个头 我们下面呢就请中华学人联谊会 上一任的这个执行长 陈破空先生来主持会议 破空你请 我把话筒打开 就是一个人发言的时候 其他请把那个话筒关掉 就静音这样比较安静一点 好谢谢 司马路先生是在3月28号去世 享年是103岁 4月7号中华学人联谊会 会同侨学界 举行了一个就是告别式在全府殡议馆 那么现在据司马路先生去世 有七七49天大致这个时间 所以选择今天就是七七这个时候追思司马路先生 那么刚才王丹先生已经介绍了 司马路先生是党史学家 应该说准确的说反共的党史学家 他本来是历史学家 加上他对中共国共两党高层都有很多的接触了解 所以也成了一个反共的历史学家 借为中共的掩埋历史 遮掩历史 没有真实的历史 司马路先生对中共历史的记录 弥补了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的空缺 这一点难能可贵 那么那一点难能可贵就是他因为逃离延安 逃离虎口 投奔自自由 而如果他没有逃离延安 那在延安整风中就可能落到一个王世卫的下场 以他的善良和正直 即便是躲过了延安之风 他可能在反右斗争中 反右斗争中可能是打入牛捧 即便躲过了反右 那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就有可能不仅是打入牛捧 甚至可能伸手易促 不见天日 所以司马路先生幸运的是流往海外 我们也有幸认识他 这里在座的都是他的生前友好 有些是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那么按照今天的安排 就是有些安排发言 有些自由发言 那么发言就是在3到5分钟 不要超过5分钟 因为至少有20人之多要发言 那么我就按照会议组织者的安排的一个顺序 本来说中华公司主席余金山是第一个 但是余金山据说要晚来一点 那么第一位师傅就请 金钟先生 开放杂志总编辑 金钟先生对这个司马路很有研究 写过很多的文章 特别对司马路跟张国焘之间的交往 很有研究 说金钟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那你开始准备发言可以吗 金钟兄 金钟兄 消失了吗 是不是电脑没搞好 我可能金钟兄跟电脑在战斗还在 那我们就下面要不就请这个 我们的新当选的独立中家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裴毅然先生 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裴教授 这个讲话裴教授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但是我不是经济学 你是哪个 我应该说是那个博士学位是文学 但是我现在研究的是现当代史 你不是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吗 财经大学教授不一定教的是经济 是这样 你说只有五分钟嘛 三到五分钟 就是说我跟司马路先生的 我没有见过司马路先生 但是我最初是跟他这本书 我是不应来的 这本书不应来我 我花了四百港币 就这么报 因为他这是斗争十八年 这个这个这个 司马路先生 1937年18岁进入延安 在上海入的党 他是在上海入的党 那么八十三以后 他被当时大批青年被送到延安 那么他是1937年底到达延安的 进入了康生在找延的地工组 就是地下工作训练组 他是这么个班 那么曾经在 因为他原来在那个 昆尼夫那个系统下面 原来在那个 圣江的那个图书馆干过一阵 所以他有进了中央 就当时延安党校的那个图书馆 那么又到了新华日报 延安办事处主任编区医院什么秘书 把他扁下来 那么审查了两个月 怀疑他是特务脱派什么什么 完了他又做过老虎等他自己的 那这本书上他写的自己是是是这样的 那么他1939年的夏天奉命就离开延安 领了26块法币的入费 那么他在延安一共待了大概一年七个月吧 到了43年在京华托党 他当时在刘英手下 那么他当时他叫刘英老头子 那么他就这个托党到了44年 他组建了中国人民党 1948年他在上海建立了和平民主同盟 50年到香港 他这一步真的太聪明了 所以能够逃脱 而且18岁19岁20岁能够离开延安 这个当然这个离开延安带有组织派 因为他是上过那个地空队嘛 那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就是很智慧 能够逃脱这个测试的灾难 哎呀这个这个真是 这个30岁以前他已经展下了足够资用一生的资本 他精力也好 他后来写回忆录 他搞刊物 他这个 所以他是不信时代当中的万幸的人生 这个跟他的聪明有关 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聪明 因为他还有保留了一点人意 因为我原来搞文学研究 我是研究 和文学的审美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性这个 他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这个 到了2002年9月13号 他和83 他83岁他取了再跟86岁的葛阳 他们是江苏海岸的同乡嘛 他当年追路追不上 排轮子怎么都排 排不到他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可以了 他可是他给他 总算还是有一段狂婚恋 那么当年在曼哈顿的移民的 移民局的法庭举行婚礼 发表了很别致的结婚的宣言 当时那个周车仲 这个学者给他获雨 这个周车仲原来也是 这个在重庆的时候 是跟蒋介石有关系的 他是这样的 他就说 就是说找遍古今中外 也找不到像你们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样 那么芝马路先生走出这样的人生 是很庆幸很庆幸的 按照云石先生的话说呢 因为大的那个厕潮啊 这个这个世间多少痴儿女 发痴发带痴儿女 网拓申请网拓 错误的拓了申请误一声 网拓申请误一声 那么就包括我最近 因为我跟他那个沙文汉和陈秋良的女儿 还是因为我研究他们完了 我跟他们后代还是红二的 还是有点联系的 包括陈几霞的儿子 是吧 包括周扬的 周扬的儿子是我的 是我的老师 那么就是说确实是这样 谁爱党谁的人生就糟糕 这个确实 包括刘少侠 那不用说 周扬来 包括那都很糟糕嘛 是吧 你越相信 越误人误敌 误亲人 所以说他是依靠人性的本能走对了人生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提醒我们呢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本能来做判断 不能根据主义 一个主义只能解决一个侧面 最多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人生是多种需求的 社会也很复杂 不能依靠某一个主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 呃 因为三分钟嘛 我就不引他的话了 他都他都在18年里面还是有几段是非常好的 他那我我那我就简单念一小段 他说这个党是一个完全以命令支配党员行动的党 军事化的党 特务化的党 这个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杀人越货四个字 所以说他后来说他为什么离开中共 他说要摆脱这个杀人犯的集团 我要召回我的灵魂 那么作为延安一代我原来以前研究过延安一代 延安一代的流传的能够写传的人是很少的 据我所知不会超过三十本 因为我当时要延安一代我穷尽看他们的那个传记 所以说在一片这个颂养马列主义的时候 他能够呃这么走出来 是吧这个这个确实是 而且还留下了一些这个很很重要的细节 比如说罗瑞卿去抢他的女朋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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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很 那这些细节都都还是很难得的这种保留下来 所以说这个 那要不时间到了我就说这些 就是不要说多了 就是留下亲历留下了传记 啊这个很重要 而且是给我这样的研究者 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亲历的东西 嗯 那就这样吧 我就就我就说 谢谢裴毅然教授 刚好五分钟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发言呢先都三到五分钟 如果后面发言之后呢 发现还有剩余的时间呢 可以自由发言或者说是第二轮发言都可以 补充一下 谢谢